我们华航器的变轨一直都是自主完成的 我们针对变轨过程进行了相应的可靠性的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单机或者说部件发生故障 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荣誉备份方案 对行上的发动机敏感器 其他的执行器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切换 然后通过这种切换保证变轨的顺利安全 到明年年底 华航器的设计说明结束之后 我们还会根据星上的具体的状态 设计新的任务 通过降低轨道增加对火近距离观测胡断 然后获取更多的火星探测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